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主题不动地 经文段落 一真如心 明不动地 经文消文 一真如心 一真疑难 战即不动 动即变动 而如理经真 无有变动 菩萨当住此地 骗观诸法 侧见万法皆真 法法皆如 一成一毛 依无非真如自心 既所谓侧法的底源 无动也无坏 以上第三组 下文致死 恭请经文法师 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愣言一千日 第六百四十三日 我们今天要谈 新的一个阶段 第八地 不动地 这一段是愣言经中 在谈到修正 到了十地 十地当中 从欢喜地 修行修到远行地 在有功用行当中 已经达到最高的境界 那现在呢 进入了第八地 叫做不动地 这不动地啊 它的定义 叫做 一真如心 明不动地 那什么就是 一真如心呢 就是异心啊 异心 异心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异心 所以呢 它等于是 一个 不修的地啦 它本来就具足 一致的 达到一致 那这里呢 在愣言经里面 是讲这样子 简单的一句话 那华言经呢 就谈到 这金刚藏菩萨 就告诉解脱月菩萨说呢 说在这个七地啊 要到八地的时候呢 菩萨摩赫萨 有一个坎 那这个坎呢 是什么呢 菩萨摩赫萨 于七地中 是善修习方便会 我们知道呢 在第七地啊 修十波罗蜜 那修得很好 善修习啊 善清净诸道 善极诸道法 大愿力所设 如来力所加 自善力所持 所以呢 这里谈到了 这第七地啊 是修得非常的圆满 那常念如来力 无所谓 不共佛法 善清净身心思觉 能成就福德智慧 大慈大悲 不舍众生 入无量之道 所以这里呢 就在讲这第七地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但是呢 他做到做到最后 他圆满了一切功德之后呢 他就自然而然呢 就会入 入到什么 入一切法本来 无生无起 无相 无成 无坏 无进 无转 无性 违性 初中 后己 皆 昔 平等 无分别 如如智之所入处 所以这里呢 就讲修行修到极致的时候啊 他很自然的进入了一个平等的法界 这个平等法界是无分别 如如智 就像刚才我们说 一 真 如 心 这四个字都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境界呢 其实他已经呢 到什么 叫做离一切心意事 分别想 无所取卓 犹如虚空 入一切法 如虚空性 世民得无生法忍 这里谈到了无生法忍 在第七地还没有无生法忍 但是已经有无生法忍的境界 那还在还没圆满的情况 那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真的是无生法忍呢 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呢 叫做离一切心意事 分别想 所以呢 菩萨成就这个无生法忍呢 在这个时候啊 即时 就是此时 当下 得入第八不动地 那第七地到第八地 他基本上呢 他只是没有界限 你没有办法说 我在此时此刻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叫做 不动地 还有什么情况呢 这就像我们禅修 刚开始我说 我要修定 我要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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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念头 如果一直是 我要入定 我要入定 我要止 我要关 我要止 我要关 其实你没有办法入定 那你要一直修 止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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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呢 无时不刻都是止 跟关 所以他没有起 我要修止 关的念头 离一切 心意识分别 想 他就是入定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当你只要一起一念 你的分别念就现前 起心即错 动念 乖真 他就跟真如不相应 那你要怎么跟真如相应呢 其实他就是离一切分别想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是什么 无分别如如智 那这叫做无神法人 即使得入地八不动地 为身行菩萨 这个修行啊 他就不是像一般表面上看得出来 这个人呢 在修行 看得出来 什么意思 你就看他 看到佛像会合掌啊 乃至于呢 他就会诵经啊 来做善事 到道场当义工啊 那真正的身行菩萨 他不是在道场 有一个样子哦 他在家里也是这样 在道场也是这样 他走到哪里都一样哦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修行 其实他就在修行啊 叫为身行菩萨 所以我们讲啊 这观世音菩萨 其实他就是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因为他千百一化身 哦 可能是世锦小民 可能是你的左右邻居 可能是你的家人 甚至于可能是你的仇人 你最讨厌的那一个 可能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不会让你发现 他在度你 所以呢 这叫身行菩萨 甚至于你说 哎 你有没有在修行 你有没有什么信仰 他是会跟你 不知道 他不会告诉你 难可知无差别 离一切相 一切相 一切执着 无量无边 一切身闻 必知佛所不能及 离诸宣征 及灭现前 这里的第八地的定义啊 最重要的定义 叫做离诸宣征 那宣跟征呢 其实就是一个有念的境界 只要有念就落入了相对 那所以啊 离诸宣征 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及灭现前 修行呢 要修到这个境界 其实是本来就具足 只是我们呢 以为自己做不到 所以没有去努力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知道 从关系地开始做 发愿 然后呢 慢慢的去圆满它 等到呢 我们做完所有的功德啊 就是修一切善嘛 这修一切善 一般开始呢 我们修一切善都不是 都是选喜欢的在修 相应的善在修 那先修了之后呢 连不相应的善 就开始呢 练习修 那修修修到呢 最后呢 无善不修 那这时候就是满分 到满分的时候呢 你还是在修 但是你已经没有想 我要来修善 它已经变成一个离意识 离分别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就是身形菩萨的状态 随时都在极灭的境界 叫极灭现前 好 那菩萨呢 他就在这个境界哦 那这里呢 做一个辟语啊 就是让大家更清楚 譬如有人 梦中见身 躲在大河 就梦到呢 自己在溺水 掉到这个大河里 那要怎样 要离开这个河 不要被淹死嘛 所以呢 未雨度故 发大勇猛 十大方便 以大勇猛 十方便故 即便觉悟 即觉悟 以所作皆息 哎呀 就很努力的 一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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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抓什么东西 想尽办法 不要让自己被河冲走 然后呢 哎 一直一直的努力的 呦呦呦呦呦呦 啊 准备要上岸了哦 甚至于呢 一直都没办法上岸了 结果呢 因为很用力 结果发现 醒过来了哦 原来没有河 哎 所作皆息 就是都不用做了 因为根本没有河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有趣的 一个观念 就是 为什么不要修 因为 我们所有的有违法 如梦 换泡影 就像在梦中 啊 看到哇 我发财了 你是真的发财吗 其实你真的发财 因为你很欢喜 那发财呢 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一个欢喜心嘛 那 只是呢 很多人他就是觉得 哎 这不是真发财 他就很不开心 所以好梦变坏梦 但是呢 你即使呢 做梦啊 梦到 哎呀 发财哦 那醒过来 发现根本就没有 那你至少也得到一个欢喜心嘛 啊 那你说 哎 那这个有没有效果 哎 还是不错的啦 啊 那一般呢 就是在 啊 就在想 那既然是梦 那就不要做 啊 那不要做 你在梦中会怎样 会淹死 所以你还是 知道他是梦 还是要怎样 发大勇猛 你没有大勇猛的去修这个有违法 你不会醒 那你不够有足够的力量呢 你一直醒不过来哦 所以呢 哎 这是最重要的 修一切的方便法门啊 哎 最终是要让我们测悟 觉悟 啊 觉就是 醒啊 悟就是 醒啊 那觉悟了之后呢 醒过来的之后啊 所作皆喜 啊 所以呢 菩萨呢 也是这样子的情况哦 菩萨一耳 见众生生 在四流中 为旧度故 发达勇猛 其大精进 你要度众生啊 啊 众生已经 坐在这个河流里面了 已经快被淹没了 在欲界的欲望 啊 在色界的执念啊 那在这些 所有的生死之流当中呢 啊 那你的众生已经 就是都已经堕落了 所以呢 菩萨要怎样 发达勇猛 其大精进 以勇猛精进 故啊 而至此不动地啊 就非常非常精进的 去修一切善 度一切众生啊 结果呢 到了不动地了之后呢 我们刚才讲啊 所有的 真跟宣啊 啊 通通都击灭了 啊 所以呢 既至此已 到了不动地呢 一切功用 迷不皆习啊 休息了 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啊 二行相行 西不现前 那这里在讲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在讲 慈菩萨呢 从有功用行 有相之行啊 啊 那就是出地到六地啊 就开始呢 就是从有相啊 我要发达愿 我要去道场 我要供养佛 啊 我要修菩萨行啊 那一直不断地做啊 入此地八地 无相无功用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从有相有功用 变成无相无功用 就正得无生忍啊 就没有我 没有众生啊 菩提涅槃 生死烦恼 二行 俱习啊 就是不管是 啊 这个此案或者是彼案啊 啊 这生死这边 或者是菩提涅槃这边呢 都停了啊 所以呢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 沉滞在无相空极之理当中啊 那既然是这样呢 哎 我们昨天有讲到哦 这七地菩萨啊 这有功用行 做做做做 做到最后 做近了 发现没事做了啊 要休息了啊 这时候他已经没有 我执没有法执了哦 没有众生的分别心了哦 好 那这个就变成了 哎 就停在那边哦 那我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原来我度的这些众生啊 原来他们是假的啊 他们在轮回是真的吗 不是 是一场梦啊 那你要不要度 哎呀 怎么办啊 这菩萨呢 在这个地方 进也不是 推也不是 因为他已经没有进退的问题 他就停在这个地方 二行 相行 不管是生死也好啊 或涅槃也好啊 就是此案也好 彼岸也好 原来都是一场梦 我醒了 然后呢 没事做了啊 叫做西部现前啊 这些烦恼都没有了 那你还要断烦恼吗 啊 这就突然呢 就陷入了一个极灭的境界哦 这时候会怎么样 谁来救他啊 此地菩萨本愿立故啊 自己的本愿啊 发了愿啊 曾经发过愿 我要救度一切众生 我要成就无上的菩提 我要成佛啊 这个本愿立呢 就会唤起诸佛世尊 亲献其前啊 所以他的目标 他的偶像来的啊 就是亲献其前啊 欲如来至令其得入法流门中 做如是眼就告诉他 就给他什么 给他加持 让他知道 啊你现在啊 是是什么 什么情况 善哉善哉善男子 此忍第一 你的确呢 证得非常非常殊胜的 无身法忍 顺诸佛法 但是啊 然有一个然哦 善男子 我等所有实力无畏 十八不共诸佛之法 如今未得 你还没成佛 你还在哪里呢 你还在八地啊 还有九 还有十 还有等觉 还有妙觉啊 你还没啊 是不是 那你这个不可以说 只有停留在 无身法忍的境界 就觉得自己够了 好 那你要成就什么 实力 似无所畏 十八不共诸佛之法 啊 所以如今未遇 成就此法 这个此法指的就是如来之法 啊 倾家精进 悟父 放舍 于此人们 那你是修得很好 但是你要继续加油 不可以 就停了 啊 所以啊 啊 要倾家精进 啊 这是第一个理由 你要成就的是 无上佛 啊 那你还没得到哦 所以要继续加油 还有第二个理由 有善男子 如虽得事 即灭解脱 然诸凡夫 未能正得 你自己正得啊 啊 那你没有问题 可是你有发愿哦 你不是只有要自己得 你还要一切众生都得啊 众生无边是愿度啊 啊 你自己已经到了无神法忍 可是呢 凡夫还没啊 啊 所以凡夫怎样 种种烦恼 皆惜现前 种种觉观 常相侵害 入当命念如是众生 所以你要原谅 啊 甚至于要体谅 啊 还要慈悲 还要呢 不舍 啊 如是众生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继续修行哦 哦 那这众生怎么办 哎 管他们去死 谁叫他们要吵架啊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调伏自己的烦恼 所以才会互相伤害啊 常相侵害 啊 你害我 我也要害你 你大声 我比你更大声 你杀我 我也要杀你 就是这样啊 他都不知道 最后的结局 就是大家都不好过 那你就要怎么办 你要慈悲啊 虽然呢 可能效果不一定有效 但是你还是要慈悲 怎么样慈悲 明念如是众生啊 你不能够啊 忘记 好 忘记啊 忘记谁 忘记你自己的愿啊 有善男子 如当意念本所是愿 不大饶意一切众生 皆令得入 不可思议智慧之门 那你就很头痛啊 哎呀 这众生实在是很难调 难辅啊 其实呢 你不是舍弃众生 你是舍弃你自己啊 因为曾经发过愿啊 而且发愿的时候 还要差点斩鸡头 就是信誓旦旦 众生我便是愿度 我绝对不要怕 那我绝对要成佛 结果呢 发了愿了 然后呢 一下子就又放弃了 其实忘记 忘记 不是做不到 是你不可以忘记 所以要意念 意念的时候呢 你的力量就会出现 要不然呢 就会觉得 啊好累哦 我现在终于极灭了 极灭解脱 太好了 就是留在这个清净的境界 太殊胜 所以呢 你要发愿 那怎么发愿 你要记得你自己以前的愿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发心愿啊 都是跟自己过去的这个本愿 在圆满他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哦 要能够得到这个不动地的境界 要成就他 要安住在不动地的时候呢 唯一的功课就是 依着本心而行 就是正如心 这叫做不动地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春桂 要分享一下 就是以前没有学佛之前呢 会觉得 用自己的标准看别人 后来学了佛之后觉得 这些人还是真的很可怜 怎么没有佛法帮他 因为他们的解答方式都不好 所以就会想要去 跟人家用我的标准 用我的佛法去跟别人讲话 然后到学到现在 弄严金 华严金学了之后 尤其是弄严金 现在要讲到这里 我就觉得 正好上这去爬山 我自己就悟到了 没有人爬山 要去把石头搬开的 石头有时候也是地标 也就是我看到 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不要以为 我要改变他 他这样的想法不对 他这样的想法不可以 对他将来没帮助 那其实人家都会觉得 我学佛很多标准 所以我觉得 现在学到这里 蛮开心的 就是自己豁然开朗 原来我也 就是要学那个不动地的菩萨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 大家就是这样子 我学佛是要跟大家 好好的广结善缘 不是来跟大家过不去的 所以我不用去帮大家 认为他们是石头 要把他们搬开 这个观念不对 那个观念不对 这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些的心得 请师父 准备开始 奥弥陀佛 谢谢春贵 这个大石头 真的 的确是如此 我们看到那个大石头 然后我们就把他爬过去了之后 就觉得自己实在太了不起了 我竟然还可以爬这么这么大的石头 还跟他合照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确 我们很容易看人家不顺眼 就忘记自己其实也是一颗大石头 所以不动地的菩萨 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境界 你都能够接受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真如自信 你要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情 前提是你要自己先相信你自己 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们就是佛 当体即佛 这件事情不用别人来告诉你 而是只要你自己自我认证即可 那菩萨呢 其实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刚开始有一个典范 这个典范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来学佛的时候 哇 觉得有一个标准 那个标准就是我想象的佛 那想象的佛呢 所以我要发愿 我要像佛一样成为一个完美的佛 那完美的存在 我是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然后呢 会改变自己的缺点 然后呢 希望自己可以变成那个样子 那你真的修修修修到后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其实你未来的那个样子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样子 只是我们一直以为 好像有一个别人可以去变成 所以呢 当不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想要去控制或者是改变 那 这个刚才呢 所说的 的确啊 我们去爬山 我们自己设定好了之后呢 其实你不会想要去改变这座山 那甚至于呢 你还会欣赏它 然后还会挑战不同的样貌 那如果众生呢 都像是这个山 苏东博讲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那的确啊 大家都是不同的风貌 那我们只是有的很相应 很喜欢 有的会迷路 有的呢 感觉呢 你感觉好像不是很容易亲近 那这是各种不同的相貌 那我自己也是其中一种 所以呢 诸佛菩萨的境界啊 那就像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东方佛 西方佛 南方佛 北方佛 不管哪一方都有佛 那我们自己也是如此 当我肯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开始 能够肯定他人 虽然他跟我都不一样 好 谢谢春贵的分享 很有趣 是佛弥陀佛 我是英丽 就我们 这一组在讨论有关 这一集的时候 我们讨论到了一个 就是有师兄讲到 提到说 他要发愿 就是在我们来世 我要去到什么地方 那有师兄都提到说 他可能希望他下一 就是在死的时候 能够去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有师兄又说 那他没有发到我们大的愿 他只是希望是说 他自己能够 宣称世世 此佛法 然后心菩萨道 那我自己就在想说 为什么要发 就是现在就要发说 我未来是要去哪里 我们不是在诵经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发 就像刚刚师傅讲 发世红寺院 那我是不是就只要照着 就是这条路去走就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在学佛 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 不就是希望能够成佛吗 所以我只要去依法 而行 不就可以了吗 我为什么还要去发愿呢 那弟子愚昧 所以要请师父开示 为什么要发愿 其实因为这个大部分的人 走这条路的时候 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到哪里 所以我们会看一下目标 所以就像说 我们现在去爬山 爬山呢 你在路上 你有时候会上山 往上爬 你知道你在爬山 但是有时候会往下走 那你会怀疑是上山还是下山 然后遇到三叉路口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到哪里 所以这时候你会想怎样 你不是说走就对了啦 只要有路就可以了啦 你会想要知道 这个路到底通到哪里去 那我们会发现呢 有一些开发的比较好的山路 或比较多人爬的 他就会在路上有一些标志 或者是呢 他会有指标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通到哪里 甚至于更细心的会告诉你 还有多久 你还要走多远 那这样子 其实对你来讲 你并没有比不知道的时候 还要接近目标 你依然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 但是你会确定 你很安心的走就对了 所以你说要不要发愿呢 其实要 为什么 因为你不确定 你有没有跟错对 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你要不断的去 跟你自己的愿确认 确认说这真的是我要的嘛 这真的是我要的嘛 因为有很多人修行修很久 只是变成习惯 或者是谁带他去修什么行 他就好吧 那我就是遇到谁 我就修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自己 或者是你有没有进步 学了这个法 可能学了一辈子 你不知道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学法 不得要领 然后盲修瞎恋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确认 你没有自我确认 你也没有一个确认的标准 你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对于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的人呢 你当然一定要一直确定啊 而且呢 有的人会告诉你怎样 可静了啊 就下个路口就到了 可是发现 其实实际上的远近的距离 每个人又不太一样 那或者是呢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第一次来呢 那他如果讲的是错的 那我们不是一起错吗 所以说为什么要发愿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 到底对不对 那你就要找一个可靠的人 那诸佛菩萨是可靠的嘛 他们是我们的学长 是我们的师长 所以你问 那佛我要怎么样可以做到成功 他就会告诉你发四弘诗愿 四弘诗愿是所有的佛都发的 那既然他们发了这个愿都成佛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发发看呢 这样比较安全啊 要不然呢 你这到底会不会走到哪里去 不确定啊 不保证 不保证 我们其实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自己的下一步 甚至于你明天会怎样 你都不确定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预知上山路 虚问过来人 是这样子的 好 谢谢英丽